欢迎大家收睇梅州港股 我们今天有KK林家琪 混会资产管理的董事总经理 和我们一起分析后市的走势 你好,KK 好,大家好 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市场弹了几天 开始弱了一点点 其实我们就关心阻力是否24000点 就不已经会顶住了 KK觉得是看好的 我还继续看好的 虽然今天就有少少失望 因为你看到昨晚美股马上升到这样 参议院又通过了2万亿的刺激方案 众议院就立刻口头就答应了 但你看到香港这边的气氛 不算太过热烈 你看回亚太区其他地方反而好一点 我们有少少就像跟澳洲和纽西亚 他们都是有获利回吐的情况 不排除的 因为你的行指 你去到由2万1千多 去到2万4边 即2万3千多 那你有星期五 下个星期一有期指结算 这些朋友就可能会选择获利的情况 但是看回 无论是今天的半周成交 甚至乎你就算是要跌 其实跌不下 即是升得少 所以走势方面 我觉得仍然是会利好 今个星期初 即是说QE这件事 你说QE是救不了疫情 救不了人的 不过是救到投资者的信心 因为当市场不断地用钱 用到投资方是觉得有钱 都可以避免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波音那些都说会是倒闭 那你又有钱救他 那你又立刻是直升K派钱 给一些失业的人 所以昨晚你见到就算失业情况 哇 即是很夸张很差 但市场是没害怕过 因为有政府撑 那再加上 为何会再望是24000 甚至乎更加高呢 就是在昨天都有G20个会开过 G20这个呢 我觉得比较重要 你说只是美国 是2万亿其实不够的 QE他们做而已 不是其他做 但是你听回我们国家主席所说 说我们会联手 在同一个阵线 疫情一起对付 经济刺激一起找的话 那这个信心中长线就会比较大 所以经济数据未来是会拆 但是这一堆的措施呢 仍然有帮助呢 那我仍然觉得呢 这一转的恒指是会挑战24000 甚至乎是20天线 又或者再高一点25000 那些位置呢 作为一个就是中线的目标 25000 都可以 但是短期来说 那个升市的动力 会不会说 就是弱了一点点呢 就是见到可能北水 南下的规模又小了 还有就是今天那个升幅 都明显是收窄了 其实就 南下的钱呢 又不是说真的 就是叫走的 它是小的 是的 但是因为这个是 没有一个憧憬的 其实今天我想 下午呢 我们要看 就看起来 究竟内地 是不是又再存呢 就是减息 就是降准 甚至乎存款准备金 就是存款利率下调这些因素 因为你看到这个礼拜 这几天呢 那个港股和A股呢 其实走势不是说很夸张的 你的港股是有升 不过呢 它的升幅不算好像外围那么厉害 今天你看到 那么A股当然也是这样 所以呢 就应该是等 星期六日的一些消息 我觉得内地A股就扔得住 港股 而变相呢 当你有利好消息之下呢 无论北水南下 甚至乎呢 这个星期你会比较明显呢 就是一些北向的资金 就是外资呢 其实有好像有减少的情况 但未流入去内地 那我觉得下个星期的主题 就应该是这个 过了星期六日呢 继续发酵的话呢 我觉得反而会吸引更加多的资金 应该叫做新的资金 就是无论北水再来香港 又或者北向再增加呢 这两边呢 应该可以拉动回港股走势 嗯明白的 那提提大家了 有问题呢 可以在我们Facebook留言 云会资产管理董事 及投资策略总监 KK林珈琪 就会和大家解答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sector 我们最近比较强的 我们看到有车股 内房股 因为他们都是直接 跟这个旧市相关的 就是内地的政策 看到有传话可能减息 就是减过传门息率 还有看到我们各个省市 其实都真的陆陆续续 有些放宽汽车方面的限制 甚至是直接刺激的政策 那其实这两个sector 是不是都可以保持强势 KK林珈琪 其实近几天呢 就不是说太强的 你看到大家半信半疑 因为你买车 那内地现在经济是怎样呢 这么大架车 你买都买粮食先 那大家是不太相信 还有这个礼拜其实消息 都有些变化的 你见到由礼拜初 就是星期一开始 我讲的很多部位一起开会 那全个北京 北京之后就否认了 但是你会见到 就是杭州啊 广州这地方都陆续 有很多这些消息 那我觉得这些消息 就没令到市场相信 那但是我相信 短期出的机会 应该都真的非常之高 因为你要在短期 找得住内地的经济 那汽车 其实你占整个社会零售的金额 其实是有一成以上的 你多的时候可能两成 那你想了 现在经济活动很多都停了 那你有什么短时间之内 可以令到整体内地的社会零售 销售数字不太差呢 那内需既然这样的话 汽车是一个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估它呢 应该都会出的了 由刚刚你见到湖北 开始开了一些路 那在湖北因为有很多汽车 还震的嘛 就是那些生产商 那你在那里做到 开始开工呢 我想就在未来 就是半个月至一个月 这些消息继续发行 应该机会比较高 所以整个板块呢 我自己都看好的 那首选就吉利 再加上廣气 那你再加上能源车概念呢 比亚迪我觉得都可以留意 那所以这一转呢 这个板块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了 问题是你买得便宜一点 还是买得贵一点 那看回今天呢 就个别 就是上半周 其实它都表现好像一般 那但是你看回 林近中午收市呢 它就表现又再有些法力的情况 我觉得反而呢 大家如果你说 想买一些股份 可能部署一个星期 甚至乎中线一点的话呢 汽车股绝对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等那个好消息叫做真正公布落实的时候 就应该会再有一阵上升的 不明白 但是内房股又怎样看呢 其实都见到有些内房出了一些业绩 好像都叫做OK啦 就是如果不计今 说那个肺炎的影响 但是就是叫做都符合预期的嘛 有些符合预期呢 但是那些不行的 你看到中海外啊 华云士地那些真的不行 这个是令到市场有些失望的 其实今早的时候呢 或者昨天呢 都已经反映近 但是你会见到今天呢 去到 又是差不多 中午时间呢 你见到他们的走势又好些 就是这个东西呢 那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承接上 刚刚刚说的那个社会的购买力的情况 汽车占一成 其实内地 如果你讲内房呢 占个百分比高很多 就是说可以拉动整个 因为你内房呢 就不只是买楼那么简单的嘛 那你买完楼之后要做些什么 又要装修 又要买家具 又要加电 那你转到呢 是很多不同种类的购买意欲的 那这个呢 就是内房呢 为什么这个板块 就是在之后的销程呢 会有增加的原因 而另外呢 可以留意一下一些 不公布业绩的内房老板 那他怎样看呢 今年的销售情况 他们又不是太差 他们觉得上半年可能是 都会有影响 但是他们都愿意将 那销售目标呢 是提升的 普遍来说呢 你都见到它提升一成 那就是说呢 比去年好过一成 就是说 未来他们都不会看得太差 那只是担心呢 就短期的因素 比如人民币 是否真的有机会转弱 进一步转弱 就会影响了 那刚才你开始说过 就有个减息 减息 其实我想 LPR利率 在之后再下调的机会 非常之高的 那这个是对于内房中长线 的融资成本 也都有帮助 那而担心的 可能就是 三月份 因为现在都三月都远了 三月份的销售数字 是不是差呢 那这个数字差的话呢 就会令到大家可能会担心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就算差市场的资金 应该都不会贸然 在这个板块流走 那就是说呢 就算你说我现在 我部署内房股 你看可能一个月 甚至乎两个月呢 它应该都好像车股那样的 应该都可以跑赢大市 对于内地经济 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 嗯 就是强势板块 其实都会继续强势的 大家可以留意 那早前的市场就不一样的了 那都有见到有些企业 可能想争持的 就是说的是什么呢 唱和系 就是 便宜就买的了 是的 其实 跟不跟得呢 就是 是否一个散户叫做 捞底的指标呢 譬如说 可能 一号仔那样 是的 那长户 都连升了几天 那现在才来跟捞 又会不会迟了少少呢 其实现在去跟 你当然迟了 因为你要猜的 你要猜 就是 究竟股价跌了这么多了 业绩就公布完了 那他们的大高东 是否有行动呢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预料之内 就是说 李生他争持 甚至乎 你猜下一个是谁去争持 下一个是谁 是谁 都是四大家族之一 应该不是四大家族 四大本地地产股之一 就是 应该就是 李 都是姓李的 是了 恒基也有可能会争持 我觉得 当一些股份 就是我们见到 在一个中长线的时间 它的股值是这么便宜的话 其实李生的增持行动 都是反映了 他会对于公司的股值 是会有一个信心 或者前景都有信心 当然他说的 不是一两个月的经济会好 他应该是看一年 甚至乎以上的 那这个方向 就一定是无变的 问题是大家要捱是什么 你长实或者长和 现在你都有很多欧洲业务 欧洲业务上半年 甚至乎头三季 是不是都是差 你要跟他一起捱 你买这一堆股份 所以现在才买的话 一定是迟的 但是增持就有条路的 因为他们是大户 他增持虽然现在是过千万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只不过很低的百分之多 就不会是一次过就算了 就未必是一次过 一定是分断几次 是的也是分断的 现在譬如说你长实 作为一种地产会比较重一点 你看到NAV其实折扬都有六成那么多 所以你用40元的东西买100元 为什么阿里山不会争持呢 而长和也有类似这个情况 甚至乎他的情况 质量会比较多些 因为你50多元 但他买120元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欧洲业务对于他的影响 所以你相信 业务上欧洲会回复的 你用长线的角度半年 甚至乎以上去看回欧洲经济 去看的话 我觉得现在你长和也好 长实也好 其实还能博得角 但是不是短线 他股价仍然有机会回的 有机会就说原来的失业率 甚至乎疫情是比预期中更迟 他股价都会回的 但如果你说用长线的角度的话 指标性就非常明显的了 还有历史上这么多次 李珊都没有老点过大家 他的行动都真是真 之后股价的价值都真是会出现 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要想 买还是不买的原因 不是说今天你升6% 明天又升6% 星期一又升6% 给你短炒 不是短炒 所以如果你买是可以的 长线的话 我觉得这里位置可以考虑一注 但是你要留一注 就是当个股价 回回呢 就迫回到中长线了 那中长线可能是三个季度 甚至乎一年以上 嗯 就是坐货就必定的了 要跟这些大股东去操作 你同肯地坐的 一定要是 明白的 但是KK就觉得可靠性是高的 可靠性高 现在息率又高 你看回场合都六这几色 那就是长线的 那就是长线的 那都有五厘几 那还有一只 其实我觉得今天它就没有反应 就没有说它增持的 就是长件 长件1038我觉得都OK 就是息率又是OK 还有它都有因素 可以简单点说 其实它的派息的金额 每年都增加的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找哪些 用来做长线收息 这些很大的关键 那当然啦 就是三个有没有听过去说增持的话 那大家的感觉上会差一点 嗯 那就是可能 翌日都有机会增持都未定的 不用啦 它的估值出现了的话 自己买了 都不用带股东增持的了 可以有信心一点 多个自己的表情 希望见到这件事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那是时候回答一下 一些观众的问题 那我看到 都有朋友问 医药股哪一只好 医药股有很多炒呢 其实医药股当然有啦 你看到今天呢 或者这一段 一些生物科技股份 升得很厉害 就是B类那些 尤其是 这个呢 我都戴电眼镜 尤其是你看回 9969 就是 乐城建华呢 开始上市之后呢 股价是这样 然后带动其他B股 而近期呢 一些的生物科技 你看到 若萍生物啦 他都出了业绩啦 有非常之好 那所以带动到气氛 但是现价呢 我觉得就 在疫情之后 就无谓去高追着 不如等下 看他们没有 有调整的机会啦 版块当然是很好啦 这个版块 就是中长线 大家都会知道 但是同一时间呢 大家要知道 他们的波动都很大 就是呢 现在我们说 你跌一成就去 止蚀的 那你日日止蚀给你看的嘛 医药股份 它的波动是非常之大 所以要等它回才去买 那我觉得 在疫情之后 全世界 对于生物那个 生物科技 一些譬如说 做lab那些 就是 他们那个 就是需求应该都会很多的 那这些呢 就当然是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你研发药那些呢 会是受惠了 是内地 就是大家应该全世界去计的了 对于那个 药品的那个需求 或者研发呢 希望会更加大 那我觉得呢 那些药股也好 生物科技股份也好 全部大家都可以留意的 但是就看业绩了 那些业绩呢 那些业绩呢 仍然是维持一个高的收入增长 盈利的增长的话呢 应该都提高约线 都是那几只啦 就是177啦 然后是石药 再订了刚才说的药名生物 那这些都是首选的了 等它回调的话可以考虑 嗯 明白的 其实就 可能整体的医药股都ok的 那就是不仅是这个生物医药的 但是生物医药就特别 特别prefered 是的 不过今天它就高位下来 今天的价格就不漂亮的 是的 因为譬如你看 这些生物医药呢 今天其实你最高见过 108元边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 那然后一搭呢 又搭回去最低 100元附近 还有呢 你看到它们的成交 都略为增加了一些 所以你会见到这个讯号 它极大机会就很少会出货 刚刚出业职嘛 那它真的很好 但如果你说有机会这一转呢 真是下心一点 我就当它这一枝的大阴烛呢 是技术走势转淡 那就是它有机会调整 那你就是利用技术走势转淡这个机会 去买一些中长线的货 那我觉得不下去 夸张一点 可能95元 甚至乎90元边 大家其实都可以考虑 之后你说再试高位机会 应该都相当之大的 不过就不要看着120元先 因为120元又是一个很大的阻力位置 但是你说110多元 下次见到的机会应该相当高 嗯 那见到也有朋友问感恩生值 就说业职前 那可不可以 短线或中线走回转 走得很短 那感恩生值呢 它上市没多久呢 那它的业职应该不会太差 那当然你要撇除它上市费用对于你影响 那我们要看那条大数 那那问题呢 就是两样东西了 那业职不会太差 那但是呢 就应该未必说太好 因为它要上市之后 它拿那些钱去开发一些新的市场 所以呢 那业职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惊喜 还有呢 之前公司都有提过一下 他们受着疫情影响呢 其实有些新籍的需求呢 是 繁殖的需求 它们都会是退迟了 这个呢 就是很多一些的医院 做实验 做手术的都退迟了 香港都是这样而已 你要去专注去对回肺炎疫情的问题 就是一些紧急的医疗需求 是的 没错 感恩生殖的业务方面 是的 所以这个呢 是会影响了短期 它上面的空间多少 既然股价上了来 我觉得就未必要炒了 因为你七个多元上去九元 那你九元又是二十天线 亦都是之前的一些阻力位置 我觉得直播机会就很一般 不如就什么呢 就等它出完业职 我觉得业职之后会回的 回的呢 先再去考虑原来疫情之后会放缓 会没什么了 他们那个产品的需求 服务需求 在下半年增长 你搏那一转 反而会升得会比较多些 所以有货应该走了 没有货呢 我觉得回一点才再考虑 嗯明白的 可以参考KK的意见 另外有朋友说1951 三三一搞瓦生活 就是物馆股啊 瓦生活 就想说上网多少 三十元有货 现在做三十元 三十五个两元 可以继续了 其实上网要分短还是中长 是不是想说 这一股份 我很演呈的 因为这股份 现在,你看它的币 其实你再计算 26倍 这是26倍 但是,还未加上中文 就是币它币它影响 而且你看得到 它们 eh 又转型得比较成功 就不只是依靠雅居樂給他的物業 就是那些管理 他還加上其他一些公司 因為現在你算陸地也好 或者算雅居樂也好 其實都是三成左右 所以他的PE的增長幅度應該很高 長遠一點我會先看45元這股份 潛在你起碼還有接近50%左右 就是那個升幅 但是你問我短期是多少 這個意思就可能會比較大 因為大家不會看那麼遠 如果你說短期就要看下星期三那支的陰燭 因為那個位置就開始出現一個阻力位置 就是36.9那些位置 就是短期的目標價 應該就不會去到36.9 因為這一轉那些物管股 縮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說他突破了 就是36元流上 成家配合的話 他應該就會再破頂 所以我們部署就是看亞生活這一轉 連續四天 他都可以站在20天線流上 我覺得20天線已經是一個初步的訊號 去給大家留意 30元有貨的 那你就先看著36元 即是長遠你信我的 就45元 如果你說未買 那我什麼時候買呢 錯過了 我這一轉會留意 就是33.5 即是35元以下 那些位置 就去再部署 其實今天你看到最低都33.8 所以34元以下 值得去賣 它搏下一轉轉到36元 嗯 就33.5 就是一個入貨的 其實就33.5至34元這個位置 20天線去到大約34元 今天低位附近的位置 就可以考慮買少住先 因為它都是高位整股主 嗯 明白的 即是這個市場有些難搞 就是可能一些東西又升了 嗯 不知道追不追好 是呀 因為你升了上來 但我們有時候就不是看 它在低位升多少 有時候要看它由高位上面要升多少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 即是上升空間 是的 其實上升空間大 尤其是經過了幾天 只是現在的市場就未見到有很多資金 剛才我們說 汽車股 看到一些地產股 都有一些資金流入 那今天呢 在初段的時候 資金流入 就不明顯 在這些物管股 但是在收市前 今天中午收市前 情況又好一點 所以這個板塊 大家可以留意 有機會再有資金流入 嗯 明白的 KK都會看好一些強勢的板塊 都應該 中場線都會繼續強的 那麼 答多隻 有朋友問 一一三七港市 剛剛叫做放了磅 那又說可能就快 都會有些口罩可以賣 雖然就未必說幫到業務太多 但是 即是多一個Marketing的效果 再加上可能之前 其實都 即是說 一些單數不切 大家都很有期望 對於港市的前景 其實大家 不只是問你 港市做得好不好 那大家覺得一定是好的 因為 我真的會有買 這樣 他有做口罩 有些社會的服務的性質在 因為他都說了你兩元 其實他都不賺錢的 也都不是一個主要的業務 那我想就 比較貼地點 看回他的業績 即是 港市在燒了都一段時間錢 都還在虧錢 現在 是的 那個問題就是 他好像大數就蝕多了 因為你看到 他的收入都增長 做得生意多了 還蝕多了 但是你看回兩樣東西 你計回會計的準則 去減回一個數 還有減回 他們一百年賣了一些公司 賺到一億半 其實那個數額 跟他現在其實差不多 即是沒有好到 不過都沒有差到 問題就出現了 你做過生意大了 現在疫情買的人多了 為什麼他的生意額沒有增加 那究竟你要做多幾多十倍的生意 你這間公司才賺錢呢 這個問題會比較大 而另外就有一件事 就令到我有點擔心 就是他的錢真的不太多 即是他們現金水平 雖然之前他就做了一個 配股 但是未必可以被他們燒得太久 所以如果你現金水平 不算太過理想的話 我會覺得 看回一間公司的營運的情況 就有少少保留 即是 除非 開始見到你有虧損減少 盈利增加的機會去到 但我覺得以 既然 即是二月和三月 他們那個交易金額都這麼大 都好像他計不到 接下來這件事的話 那大家要想一下 就算做了全香港的生意 可能現在的模式都有些問題 即是短炒的朋友 我覺得今天都已經是給了一個訊號大家 業績出了 他的股價要跌 跌了半成那麼多 是的半成那麼多 你說炒Range的 投機一點的OK 不過就不是這些位置買 可能一搭 又搭回到四元邊 所以長遠來說 我會越來越擔心 所以業績過去之後 我想再繼續炒的機會 應該不算太多 即是中線也好 其實都不見得有什麼空間 可以大升 所以大家就 可能選擇一些強勢 會比較適合一些 那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謝謝KK的解答 謝謝 下個禮拜再見